那你平时住的话在哪儿住啊 住的话上班的话就在那儿上班那儿住 不上班不上班又回家回我妈家那边 你妈家在那儿 在酒台 段大姐没有房子 不工作的时候都是住在酒台的母亲家里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她就和这些小姐们一起挤在中介给提供的宿舍里 太乱了 都是行的啥的 太乱了 没事 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都在这儿等 住着 然后有合适的工作了 就到这个副主家去了 是不是 对 对 特别好 最有养解 说话可有那个爱心 特别实在 特别实在 有素质的用 这是我们经理 经理认识这个段大姐多长时间了 认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你觉得段大姐咋样 人特别好 长得还漂亮 挺好的 放心跟我们介绍 嫁个好人家 嫁个好人家 活了 看得出来 咱们段大姐的人缘真挺不错 这些姐们对她的终身大事也都很关心 段大姐告诉红娘 其实她特别渴望拥有一段甜蜜的感情 因为在过去那段婚姻里 她从来都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段大姐和前夫就这样 一直艰难维持着这段已经濒临破碎的婚姻 段大姐告诉红娘 当时她以为自己的病这辈子都不会再好了 所以她对于爱情也就不再期盼了 我现在我那方面网也没看 也那个觉得心不能好啥的 后来自然然的也好了 后期好了 他们也有联系 后来实在将就不了了 亲情都没有了 将就不了了 那一外边有缘的 就是鸡蛋里挑骨子 你这不行那不行的 我给她洗衣服 她就说我哥洗衣机里蒜子就给她拿出来了 那我确实没了 那那给她洗的啥意思 这就是啊